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今天做节目之前 我还第十集 我还看了半集过来 我觉得这东西挺有意思 这个人民的名义 听说呢 他这个赢得了各个年龄层的喜爱 我不知道是不是宣传啊 但是呢比如说据说 这个本来是反腐大剧嘛 但是就说为了 据说是为了照顾80后90后 来自00后的年轻观众呢 还设置了这个感情线 那么这么说来呢 我就是上了岁数的60后了 我就发现呢 所有的感情戏我都上厕所 我都上厕所 所以这部戏对我来说呢 也是尿点不断 但是呢 他让我欲罢不能的 就是咱看的这个干货 就是这个反腐的这个 这个线 我就集中看这个线 就让我欲罢不能 那你主要是看什么 因为通常我看这种啊 除了看暴力打来打去以外啊 是看那技谋啊 比如说贪腐的人 怎么样 那一贪腐 然后要反腐的人用什么计谋 他们又怎么道高一尺 谋高一丈 是不是这个让你最兴奋的 贾辉 我觉得啊 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看看 看看就说 呃 内地官场啊 您要想了解一些浮光掠影 你可以看看 他这个跟香港这个官风啊 跟曾荫权这路 是不是吧 全不一样 是吧 徐老师看了 对对对 我看了六集 看六集 因为我 不久有一个讲座 就要讲人民这个词的定义 所以有这么一个题目 我就要看看一下 呃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以前这种戏啊 呃 这种老戏骨斗心斗角这个戏啊 都是穿古装的 受欢迎的 比方雍正王朝啦 或者北平吴战士啦 狼牙绑 狼牙绑啦 就是你看那些戏啊 都是中老年的那些男人啊 在一点很微妙之间的谈笑当中 充满了斗争 这次 为什么大家喜欢呢 就是因为现实 这次他们穿现在的衣服了 所以大家觉得啊 尺度大 很过瘾 呃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呃 两个 第一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他提起体材上是有突破的 比方说最简单的 你要是关心大陆的情况 他写群体事件 啊 这个 这个警察 民众冲突 各方经济利益 这种事件啊 我们知道 真的发生了都不让报道 何况还给你演戏呢 啊 戏是要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的 这个本身 他敢写 敢播 我们都会觉得 哎 不错 这是一个工人阶级 哎 点火了 哎 工人阶级 点火 名字还叫文革 哈哈哈 那个演员的名 那个人物的名字了 那当然 第二个有意思的 什么地方呢 你知道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 叫决烈 我不知道你看 对对对 决烈 你看我 很有名 那个呢 是讲 达到走资派的 就是达到邓小平这一派的 从决烈 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呢 蒋子龙 他们叫朝厂长上任记 出现了一种叫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是那时候的主旋律 到现在的反腐剧 所有这些戏啊 他的主题不一样哈 但他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都描写 大美两条路线斗争 他都有 而且他的描写呢 都有一个规律 很有意思 他里边的人物啊 你去按他的职位高低排啊 就13579是好的 268是坏的 你每一部戏你去排 他每一个层 级别哈 比方说生产队 有一个好一个坏 大队一个好一个坏 公社一个好一个 县力一个好 当然最高的呢 最高的那个总是好的 但是第二个就是坏的 现实当中都是这样 斗争都是这样 这种拍的已经成模式了 没兴起改了 但这部戏好在 你一时班火分不出谁 是13526 他终于有了一点啊 人的这个灰色性 他呢 怎么来说呢 他至少在 我现在看的初步阶段哈 他是用侦探剧的形式 而且对人物的 不那么脸谱化 对 对于主要人物 我知道其中有几个 将来要变坏的 或者会揭露出来坏的 但是一时半火 你分不清楚 那么这些中年男人的斗戏呢 就非常有意思 尤其是我们在这里边都曾经 在个水里边都躺过的人 你就看他有个后卫星 那有没有看到不真实的地方 因为我听徐老师这样讲哈 也一般好莱坞啊 那个最经典的 教你怎么写剧本 写故事 基本上都是这样哈 不然的话你一定是 连谱化 公司化嘛 一定暧昧转变 那所以 也明白 因为他写当代嘛 我刚问你说 是不是喜欢看他们勾心斗角 我们看以前古装剧 很过瘾啊 当代很现实 也是 那我好奇 我还没看 有没有看出不真实的地方 当然有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 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我 我倒是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啊 你就可见 过去老讲 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 怎么就拍不过人家外国呢 你就可见呢 我看了这个的 最深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说啊 面对当今中国 这样沸腾的生活 对吧 只要允许拉开真实的一脚 我跟你说啊 这个作品就能震动天下 你就这个 因为我们人同此心 老百姓都知道 对 真实 那比今天电视上演的 那都是天天我们耳闻目睹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就是 你看 今天什么玄幻剧啊 偶像剧啊 呃 错误的让我们一度倒向 让我们以为 现在的观众就爱看这些个婆婆妈妈 或者什么小鲜肉 对对对 我跟你说不是啊 这就像是我们媒体 我有时候我也就说冤枉 不是我们爱男道女昌 不是我们只爱八卦明星的 什么离不离婚 是因为当年我们报道的很多事情 后来我们就同心了 你知道 你知道 只要就是领导上 政策上 允许拉开现实的一脚 揭开一点 我还不敢说它是多高的真实 拉开真实的一脚 你知道这个里面的戏剧性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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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戏 过去咱们讲 我说这叫现实主义 基本上就现实主义的魅力 你看就出来了 而且就是说 这个呃 我我我觉得都接近批判现实主义了 过去你看 我们曾经谈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纸牌屋啊 我们看着像电影 看着叫大片 它大什么 它又没有坦克 飞机大炮 又不爆炸 又就几个人 为什么这个给我们一个大片 哎 这是总统 这级别高 所以听说这次啊 他他也是就说 到复国级 这算是最高检 推出的片子 听说这个里边有的领导思想 还挺开放的 说一开始的这个反腐的级别 这个剧本里边 没这么高 这个领导说 他怎么到个初级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符合我们反贪的形式呢 最后就是说到 复国级 复国级 这么说了我还没看到呢 你知道就说中国的 我太知道 我当年做文涛拍案的 我跟你说提高收视率 不用这些个综艺 真的 你们不知道我们新闻人更有本事 比你们搞综艺的人提高收视率 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我要给你讲个真正的大案要案 那是什么收视率 那个超过一切的综艺 我跟你说 只是我们现在碍于种种的原因 我们好像不能这么做 你看这个电视剧 你就看出来 好家伙 这上来 那个侯勇演的多好 头一级演的多好 到最后这个变化 一拉开两亿多的这个现金在家里 中国老百姓看见这个 我觉得就嗨了 他不用拍的 我的意思说 他不用艺术性 多么讲究 他肯揭开这个墓 就好像我们吃饭 你烧很多花里胡招的菜 其实最好的菜 就是清蒸 就材料是真实的 你不需要太大的加工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启示 还不是在文艺工作者 就电视剧制造者 反而是审查方 我相信原来为什么 审查方款的那么紧呢 其实呢 我相信人都有个顾虑 就是害怕老百姓啊 看到这些东西会动摇 对我们社会的信心 你知道 会动摇对正能量的信心 所以他们一定要搞 教你怎么样 一个真真真真真 这部戏我相信会引起反省 你看 这么样揭露 社会的丑恶的东西 老百姓这么欢迎 而且欢迎 也要看谈幕 你看到那个时候啊 你要看观众的反应 观众是跟着主旋律走的 真的是跟着主旋律走 观众啊 真是我党的好群众啊 他们看到那个 那个那个老老检察院长 出来 下面谈幕的那些都年轻人 你想老的都不会谈的了 不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文艺的催眠力了 文艺的魅力了 你就就说 他这个是树正气的 所以这点你就说 人家这个创作人啊 这个什么导演啊 这跟周梅森的小说吧 导演叫李璐吧 这这这太聪明了 太难了 就是把握这个尺度 这个分寸 这个拿捏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你把握好了这个度 对吧 而且我为什么讲说 这个文艺的魅力 真的就在这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最近我在跑步机上 我看了一个韩国电影 也不是多好了 就是说这个人川登陆 讲这个 当年抗美员上美军 这个人人川登陆 你知道 这这就让我们明白 文艺的这个这个蛊惑力 对吧 因为过去我们觉得 北朝鲜朝鲜人民军 那是正面角色 腐败的是美军 对对对 腐败的是李承蒙的 看英雄儿女长大的 对 后来我发现呢 你很简单的 你比如说 他这个韩国拍这个电影 很简单 就是南朝鲜的特务 跑到北朝鲜去了 然后你一看呢 北朝鲜也喝起花酒了 一般来说 一喝花酒 有几个穿着旗袍的女的 然后骂几句脏话 这是朝鲜人民军的 我跟你说 你任何人看这个电影 你就觉得最坏的 就是这朝鲜人民军的 你明白这电影的人设 就是在这 没有他 你不要说什么 先出什么 现实的一角 光是给你一点想象的空间 已经可以引爆很多 很多你觉得看得很过瘾 可是你刚说那谭幕那边 假如不配合主旋律出得来吗 出不来吧 也出不来啊 这是 你刚才有个问的问题 你说里面是不是有些假的 那我告诉你 那里一些正面人物就比较假 路易是头号假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好 说的港人家会跃跃欲试 要看看是吧 对啊 因为我其实很着迷了 你刚说了解国情 我以前是靠文字来了解国情 我记得以前看一个小说 非常畅销的 讲到高官领导的秘书 他们内部 内地流行说什么几号首长 一号二三四五六七 二号首长 然后里面当然是讲贪腐跟反贪 可是又看到我们作为香港人 学习不小 看到原来要提拔一个什么样的干部 要开什么会 先不谈贪腐那部分 因为他要带出整个程序 我们要透过小说情节 原来还有几个常委批准 什么要考核三个月等等 我学了学了那个学了很多 可是后来那个书好像找没办法找到了 那现在终于等到一个剧情片出来了 可可以看 可是这是我当初我已经久仰大名啊 这部片 这部电视剧 可是我以为是非常主旋律的 以为这是黑是黑白是白那种主旋律 主旋律不代表就是不好啊 主旋律他也可能可能是很好的 好莱坞很多也是主旋律啊 对 比如说爱国这么英雄 这也是好莱坞的主旋律啊 但是就是我我说的是他确实啊 呃揭示出了一部分现实 这照我们过去的感觉啊 呃 所以说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啊 你必须嗅觉非常灵敏 我认为他们就是挺人精的 你知道吗 就说哎这个反腐现在到了什么力度上了 而且央视都出来了那个反腐纪录片呢 那为什么电视剧创作不跟上呢 哎为什么我们还躲开呢 哎 其实而且各个部门你看配合度很高啊 他这一开始这个周梅森呢 还是李璐 我听他们采访就说啊 说你预备吧 审片至少得减掉五级 有一千处修改 那么呢 结果发现了几乎没有啊 就是各个 各个这个审美 他是跟最高检察院合作的 是吧 这是最高检察院的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 最高检察院是不是有这个宣传中心 影视中心之类的 其实他当然是 官方制作的 反摊嘛 他是他是反摊 还是反摊主旋律 主要 所以我说啊 你说这个陆毅 我说他是基本现实主义的 但是有个理想主义的呢 是放陆毅身上 对 所以你看着好像有点不太真 对啊 那还要注意跟哪个单位合作啊 你刚说我就明白 跟最高检察院合作 那谁敢去乱三 乱三冒犯了那些最高检察院的人 找个事情来告你 你就麻烦 所以这个系啊 我觉得他对于意识形态部门啊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就是一般来说 因为你司法部门啊 他有实战经验 他知道事情坏到怎么样的地步 怎么样去弄 宣传部门呢 还比较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文学啊 要鼓励人们斗志啊 要正面宣传啊 其实你看你揭露社会问题 人民更加相信你 而且这个效果是正常的 好的 而且有些时候啊 真像毛主席说的 你所恐惧的是个止劳 对 就是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说 你觉得你不敢呢 但是他这一出来 我又觉得完全在政策上了 对 这这这这不这 国家现在高调就是反腐啊 你那个新闻里出来的 比他的电视剧里的级别还高呢 那周永康 那个这个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来 他不比他电视剧里的高 红高粮啊 当年雷达就有句话称赞 说红高粮救活了抗日题材 今天这个戏啊 说夸张一点 他救活了主权律 你知道吧 他扩展了主学律 主权律我们都有一个 一个一个灌场的行为 认为他是怎么怎么宣传的 他这个就是主权律 但是他可以这样 但是也有点小 我挑点小毛病啊 我挑点小毛病 我在这个看到有这么一篇东西啊 是环球网发的 他说这人民的民意啊 这个呃 很受大家欢迎啊 呃 但是呢就有一个批评 这个批评呢 是恶意批评 结果呢 他说这个批评呢 被人家找到了 这个批评教育好 最后微博就封号了 封号了呢 最后是这样说的啊 我读他原文 在这里 人民的民意具足再次郑重警告 一切不法分子 人民的民意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 极其喜欢的一部 十分难得的现实题材反腐剧 说得很对 也是多家机关单位影视机构 共同完成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这也可以 广大人民群众和有关制变方 绝不允许被恶意抹黑诋毁 我们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 全面启动预警机制 检查那些利用水军 诋毁我党反腐成果 诽谤反腐具人民名义的 一切违法破坏行动 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这是一个正常的文章 我的问题只是 不能诋毁我党反腐成就 对 这不等于不能批评 这个电视剧 对不对 当然了 正常的人也批评 我觉得这个宣传 在我看来 我非常喜欢这部戏 但我觉得 还是缺了一点自信 你让人家批评 有啥关系呢 听到我真的是马上 里面有讲到那些高官老婆 跟男主播之间 对很复杂的关系 我跟你说 都是根据这些年报出来的 而且呢 全都是事实 全都是事实 编剧都说了 现实生活比他戏剧的多 于华也说过了 在现实面前 我们作家很多 而且周梅森 他是一贯写政治小说的 他前些年卷入一个官司 他自己搞了一个什么股票 千色几千万 他自己在中间打官司 两次还打输了 这也是作家深入生活 所以他对这里边的内在的情况 很了解 而且你知道 就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士 你格外可以领略中国的基层 就是我觉得他接触这个真实度 吻合我的很多经验 我的所见所闻 比如说这种拆迁工厂 工人们就对垒 工人们的股权被资本家和官商勾结 剥夺了工人的股权 然后最后对垒拆迁 酿成这种恶性事故 同时直播到全世界 就这种 你知道我看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中国的很多地方 下边 它不仅是残酷的 而且是野蛮的 就是那种野蛮程度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我举一个例子就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北京要不说现在需要签一部分到雄安 北京真的是中心 所谓今天中国如果存在上流社会的话 这个上流社会在北京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上流里边 你会发现全中国的老板都在这 他们互相接纳 官商勾结这种交际圈 然后呢 你在这个交际圈里 你见到的这个老板啊 我跟你说 你想不到 他在他底下 他回到他家乡 他在他工厂里啊 是另一副面孔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在北京的这个圈子里 你看着 那真是温文尔雅 对吧 这个甚至是这个和蔼可亲 甚至是这个非常的慈善善良的这么一个老实人 对吧 哎 因为他混在北京这个圈子里 可是呢 有的时候交往深了 他跟我说出点事情了 能把我吓着 他说 我刚从我捍卫我那个厂回来 他说 你知道我在我们省里 他说 我那块地啊 法院判了 要归还我 那个单位站着 他说 你知道吗 十年 没有人抢制执行 这是剧情 十年不给我 法院判了 这个地要还给我的 被别人抢走了 就没有人执行了 那警察是干嘛 甚至他找我 他说 你认识不认识什么 所以我就知道 很多很多媒体的 人家也找我 说你认识什么媒体 或者能够发内餐 就说 我这个事情板上钉钉的 我碰见事太多了 包括就说 你现在 在底下 把工人组织起来 这个老板 他描述着 挂着军刀 挂着夹子 戴着望远镜 站在楼顶上 对面是黑社会 厂门口雷起沙包 我说你怎么不报警啊 他说报警 就跟这个电视剧里的一样 警察不管这个 因为警察 经济纠纷 他们有一个 如果他酿起社会骚乱事件 警察一般不管 一般不管 民间就是这样 打呀 在厂门口对峙 所以说 我有时候完全想不到 我在北京遇到的这么一个 和蔼可亲的这么一个老板 他在他下面的企业里 每天在进行着这样的 然后这个厂的老板 对不起 我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厂的老板 连着的哪一个书记 那个公司的后面 又跟着另外一个书记 所以那个警方 根本不知道听谁的 你知道我看哪一段 最打动我 看到最好 你记得吧 有两个老人 一个省委的 一个什么书记 高书记 跟一个老的检察长 在花园里 捡 捡那个盆栽 这段真精彩 我亲身有过这样的经贵 好多年前了 我有一次 为了一个什么事情 到一个大学 找一个领导 进到他的这个院子里 他正好在弄那个花园 他当然知道 我找他是什么事情 但是带我在那里 看一盆一盆的树 一盆一盆的花 解释这个石头 四十分钟 我得在后面陪着 这个是不容易 我想你好玩 进去吧 我只要你签一个字的事情 他就有花园了 这广东话叫有花园了 可是这四十分钟 我现在想了 真没白过 我这一辈子明星 记着这么一个四十分钟经历 就像那电视剧里面一样 这个姓高的书记 演得之好啊 这种话 你的振发 而且两个人那种 每一句都在下面斗戏的 明明是互相指摘的 可是变成一个笑谈 变成一个称赞 还在捡一棵树 捡一棵草 那我我我听了越听越想看 可是也心中有些悲哀 因为听起来这些对白 就是勾心斗角等等了 甚至你说你的老师那种 那我想到说 不是我的老师 我的领导 领导 OK 你的老师 高书记是你的老师吗 那可担待不起啊 让我想到什么历史永远在重演啊 现在这个事情是当下当代 好像看前一阵子非常流行的 讲到民国年代的 也讲到民国的官场啊 30年代40年代的 好像都是这样子啊 总有这个 背后有这个 那个有那个 然后看另外一类的 曾经也红的电视剧 比方说改编 自张恨水的一些 什么金粉世家 也是这样 几乎是这样 再来九上共和 再来清朝明朝宋朝 你讲的特别好 你像这个吴小波 写过这个书 他就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官商关系 跟我今天见到的 某些老板一样的 这些老板呢 挣钱就是说啊 跟体制内的 就是这种官商的这种企业 他们的体会就是 无异于与虎谋皮 他们就说什么 他这个官呢 中国这个官呢 他骨子里头 不拿我们当人的 就是说钱 拿钱 你出钱 你出钱 但是我要做大 我就必须得给他勾结 有些时候这个民营企业家 成了某些贪官的白手套 是帮他办事的 所以为什么容易有 这个黑恶势力啊 或者是什么 你看从这个 你看吴小波书里也就写嘛 你从清朝的时候开始 就是啊 满清这个 我要利用你们这个民营资本 没有 但是我通过国家的权利 我给你一些垄断 但是你挣了钱呢 你挣了钱 你得给我办事 你要不好使唤 我说句话就整死你 那这个情况 这其实一直过渡到民国 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 这电视剧里就揭示某某些地方啊 说你民营企业家 你 他们那天就讲 就说这个这些民营企业家 谁也别牛叉 跑出你的底儿来 你牛什么叉啊 所以你敢敢知道你的家底 你敢知道你怎么 怎么出来的 你哪条线上的 对吧 这世界上最危险 也最高智慧的勾结 合作关系 我还是想多听你说 那老板 有没有谈到去海天盛宴的 才行 别耽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